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AI算力加速建设,国际大厂引领先进封装技术持续迭代。 台积电的2.5D晶片封装技术CoOS,通过在中介层上垂直堆叠CPU、GPU、IO、HBM等晶片,已被汇达和英特尔等公司采用。 然而,其可能面临来自玻璃基板技术的激烈竞争。 据海外媒体报道,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先进封装技术专家雍万利教授在首尔的一次工业会议上提出, 玻璃基板的商业化将挑战目前半导体封装技术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AI和伺服器晶片的高阶市场。 玻璃基板技术以其数支玻璃核心,提供了在晶片对准和互联方面的显著优势, 预计将取代现有的倒装晶片球杂阵列FCBGA。 此外,玻璃基板技术还可能引入超过100升100毫米的大型封装基板, 这将允许封装更多的晶片,从而提高效能和集成度。 目前,包括英特尔、Ebsovix、三星电机、DNP和Ebidin在内的多家公司正在研究这项技术。 Ebsovix,作为SKC和应用材料的合资企业,已开始在其佐治亚洲工厂试运行, 并计划于明年实现商业化生产。 雍万利还指出,与CoreOS技术不同, 玻璃基板技术无需中介层即可直接安装SoC和HBM晶片, 这使得在更低的高度内,安装更多晶片成为可能。 后摩尔时代来临,先进封装大放异彩。 据又预测,2022年至2028年, 先进封装市场将以10.6%的年化复合增长率增至786亿美元。 且2028年,先进封装占封装行业的比重预计将达到57.8%, 先进封装将成为全球封装市场的主要增长级。 因此,为满足未来人工智慧AI对算力的需求, 据日经亚洲Nikkei Asia消息报道, 根据多方消息人士说法指出, 台积电正在开发一个先进晶片封装的新技术, 在此波,由人工智慧AI需求对运算能力的热潮, 这家全球晶片制造龙头既往借此维持技术领先地位。 知情人士透露,台积电与设备和材料供应商正就最新方法进行合作, 但要走向商业化,可能还需几年时间。 日经亚洲引述六人说法, 新方法的基础构想是利用矩形基板, 而非目前的传统圆形晶圆, 这样可以在每个晶圆上放置更多组晶片。 据悉,此研究仍在初步阶段, 但一旦研发成功, 将会是台积电技术上的一大跃进。 过去曾经评估利用矩形基板的难度太高, 因为若要进行相关研发, 台积电和其供应商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同时还需升级或取代庞大的生产设备与材料。 对于日本媒体的消息, 台积电回应日经亚洲表示, 公司一直观察面板及封装在内的先进封装的进度与发展。 据台湾媒体报道, 面板及善出行, 封装在布线上具有低电阻, 减少晶片发热特性。 台湾群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板及封装布局有了实际成果。 拿下两大欧洲整合原件大厂IDM订单, 已经吃下今年第一季所有产能, 第三季开始出货。 2024年第三, 四季产能也有望再提升。 除了稳战先进封装市场份额, 在先进制程晶片方面, 近日据报道, 三星电子最新的Exynos 2500晶片, 三奈米粮率, 难以达到量产标准。 未来能否用于Galaxy S25系列旗舰智慧型手机, 还不确定。 业界人士称, 三星Exynos 2500晶片开发并不顺利, 直到今年第一季Exynos 2500晶片的粮率, 只有个位数。 随后, 三星电子重点提升Exynos 2500晶片的粮率, 截至第二季该晶片的粮率, 仍略低于20%的水准。 报道指出, 该数字对量产门槛来说仍然不够, 通常需要将粮率提高到60%以上, 才能达到量产。 因此, 三星系统LSI部门计划在今年下半年, 努力提高Exynos 2500晶片的粮率。 报道之言, Exynos 2500晶片未来能否用于Galaxy S25系列旗舰智慧型手机, 还不确定。 由于现在距离Galaxy S25系列的正式发表还有不少时间, 三星希望努力在今年10月之前, 将Exynos 2500晶片粮率提升至60%。 业内人士说, 据了解, 负责晶片开发的三星系统LSI部门意识到, 目前的情况并不容易, 正在全力提高粮率。 反观台积电三奈米订单接不完, 苹果、 辉达、 AMD、 高通、 英特尔、 联发科等大厂都投产台积电三奈米。 为了应对产能供不应求, 台积电规划, 今年三奈米产能将比去年增加三倍。 近日还传出, 谷歌新自研开发的数据中心, Arm Base晶片, CPU, 将采台积电三百米制成, 预计2025年下半年流片, TAPE OUT, 接着将展开量产。 在此背景之下, 台积电今年股价飙涨, 最高一度来到近千元, 外资也不断调升目标价上开1160元, 市值达9300多亿美元, 朝照原俱乐部买进。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指出, 三星近期针对台积电的先进封装, 但台积电未留住人才, 除了加息以外, 还有全球员工认股计划, 极高的育儿津贴, 配合员工上班时间的幼儿园等, 这些护城河不是三星短时间能够追得上。 其表示, 台积电市值已经达到9319多亿美元, 分析师看好能成为下一个兆元俱乐部成员, 因为台积电现在订单非常好。 VMD、 灰达、 英特尔、 苹果都下订单, 还传出黄仁勋会接受台积电涨价, 所以, 不仅订单增加, 价格还会往上升, 连韩媒都承认台积电涨价, 却订单爆满, 原因就是高粮率和可靠的先进制程生产力。 其还透露, 台积电为了留住人才, 除了加息以外, 还有很多针对员工计划, 像是全球员工认股计划, 若员工自提金买台积电股票, 公司补助15%, 另外还有很多育儿津贴, 台积电是台湾生产牺牲儿最多的公司, 去年就生产约2400多个新生儿, 不只有育儿津贴加满10倍, 幼儿园也设在厂区内, 配合员工上下班, 就是要用幸福感留住员工。 另外, 台积电近期也传出 砸下6亿元发放员工福利, 今年7月起, 将对全球每位台积电员工 发放新台币8000元额度消费, 包括家庭照顾, 健康生活, 个人发展, 以及公益活动等, 凭收据, 发票都可以暴涨。 一台积电目前员工数约 7.3万人计算, 相当于每年将发出6亿元现金。 黄世聪最后指出, 三星拼不过台积电, 只能选择挖角, 分别从辉达, 挖走278人, 台积电195人, 英特尔1138人, 而三星从台积电挖角的目标是先进封装, 但台积电的形式工程师, 魂式周边, 供应链搭配, 台湾的封测能力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南韩的封测人才仅500多人, 台湾光是台积电就有7400多人, 更何况还有日月光, 西品, 碧城等都是世界级的封测公司, 且Coors设备只有台湾能做, 所以三星现在将挖角目标放在这些人才, 但台积电的护城河不是短时间能够追得上。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拥护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